大家好 我是杨杨 今天过来看一下房子的装修进度 一进门心里就闷了 又给我装错了 不过他们知道自己装错了 这要联系我的 没想到没联系我之前 我自己过来看了 就是这个门 它是门的颜色给我弄错了 装修公司都是这样子的 他这边下单自己给厂家 厂家那边给搞错了 就是一环套一环 弄成灰色的了 我肯定不干 明知道颜色不对 还硬是装上去了 你装完了之后 不还得返工吗 他还以为跟我协商一下 我能差不多就接受了 包括阳台的大框的颜色 也给我弄错了 也给我弄灰色的 我肯定是不干的 还记得吗 上次给我气口呛 我说我8000块钱钉子床 你几个大板子就给我拼上了 我自己都会钉 如果好欺负的 那他就那样 你跟他吵跟他闹 他说按效果图来 效果图那东西 它没有细节的 你说自能化的东西 那东西解释权可就多了 你要是软弱点好欺负点 他就跟你那样了 但是你要是硬壳跟他硬来的话 一点都不服软 当然了 什么叫做不卑不抗 跟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不卑不抗 也不用说急得不得了 但是一定给他一个很坚决的态度 就是不可能的 要么你赔钱 要么我就会起诉你的 反正我不会惯了你的 你要给他这样的态度 但没必要说 弄得不可开交 好的都没有沟通的空间了 也没必要 有事说事 你看这床不改了吗 这回自能化了 下面大抽屉 然后中间是储物的 那边还有抽屉 大家能看到这一侧吗 这是床子两侧 这边也都是大抽屉了 这是半成品 外圈还得用其他的东西 做的美观一些 大字样子出来了 这是8000块钱一张的床 我定制的 大家我看看我6000块钱的床 这边全都是抽屉了 不管是拿衣服 还是储其他的物 拿起来比较方便 中间大格子 上面会有活动的那种板 或者门拉的 也有大的储物空间 最起码它还算合理 其实我这个合同期都快到了 就是装修的合同期 算是半年一晃就到 我也不急不躁的 你到时候你不好好给我交帮 你搞错了 那你就赔偿去呗 这东西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柜子现在做的都是半成品 大字形状出来了 有一些安上门 有一些是安上边上一些装饰的东西 还有厨房灶台还没有弄呢 反正要说弄好也很快 只要所有柜子门一装上 里边那些横的什么拉杆 一装上 装修别管是全包还是半包 你就抄心去吧 我记得我妈和我爸装修房子说 那是不叫包 就是自己买材料 然后自己去找木工 然后自己买材料 自己找袜工什么的 就那么的 也没有多长时间都给装好了 起码木料自己买的心里踏实 就是人忙着一点 不过也还好 比全包强 全包你以为省心呢 你没看到的时候 你以为省心 你真看到了能给你气笨死的 我就不给大伙戏拍了 因为还没装门呢 也不美观 我也不详细的介绍了 看到这地方我就堵得慌了 厨房还没个美目的 大多框架出来了 门什么的都没安 而且这个洗碗 不是洗碗机 就是那个叫什么 橱柜里边放碗的那些东西 那我得自己买 像灯什么的 都得自己买 虽然是全包 不管灯 也不管电器设备之类的 就包括放碗的那个叫啥 碗架什么的 我得我自己买 总归是比你预算要多的 但是我不会给装修公司加钱 比如说他要给你换个柜门什么的 换个材质给你加钱 不换 那就按合同上来 凡是加钱 凡是从他身上他想加钱 我一律不干 我这一年到头来花多少钱 我从来不记账 包括装修 在这全包之外 一些电器乱七八糟的 也花一些钱 这都没记账 有的时候都不记得 就给忽略了 你看我一抬头 一看这个晚上不是一万来块钱吗 都不记得 然后你到厨房一看冰箱 买洗碗机乱七八糟的什么的 灯都得自己买 还有呢 有的时候都想不到 就是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但我也不记账 我就这性格 也不乱花 都是家里用的 是正儿八经的 不冤枉的钱 所以我没有记账的习惯 我只管这一年到头来 我能不能宰一下钱 忙忙碌碌一年 到头来啥也就宰价 经常这样 不过还好 不欠债 别管是全包还是半包 只要你装修了 别管是什么大公司 什么上司公司什么的 只要是你装修 它都会有大大小小 各种各样的坑 你要是咱太外行了 或者说太软了 像软室 让它随便捏 那咱就吃亏了 但你要跟它死扛到底的话 它也不能怎样 说真的 真到最后这要打官司 对它影响也是有的 那一家企业 就网上可以查的 经常被人起诉 以后谁敢跟它合作 是吧 对它自己也有影响的 就比如说这个床的例子 当时可僵了 后来我都没跟大伙说 后来那都不说话了 说到每句话都取证 到后来他都不敢说啥了 那我说话我也谨慎 就是每一句话我都要取证了 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那到最后不还是改了吗 如果咱要不坚持的话 我不也就被当软室都给捏了吗 倒江湖的什么的 勾心动脚的 吵个小架什么的 我没有跟网友们说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乱七八糟的 反正事后结果是这样子的 我就跟大伙汇报一下 不管你们在小地方还是大地方 小地方你要找亲戚 还好一点 你找外人 八竿打不着的 这是利益关系 小坑坑你也是很正常的 我还记得我爸妈装修的时候 是袜工还是什么工 我不记得 当时都装好了 装好了就因为我们亲戚过去了 说他做的不好各种各样的 然后人家就记仇 人家就坏我们家 把我们家下水漏 下水道不是下水漏 用水泥呼了 给没呼全死 呼的基本上差不多了 就给你下水漏 就给你下水道 给你用水泥给你呼死了 你说坏不坏 对吧 那我们还是在农村 所以有些事情不经历 你都预想不到的 这跟他们搞起来 以后我也得检查检查 我下水漏各个地方 有没有不太应人的地方 不太对劲的地方 别给我下水道也给堵了啥的 别管是农村也好 还是大城市也好 装修都有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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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